大家好,我是桑普 这一次短短地和大家讲一讲 关于袁尼昌的事 希望大家留言、分享、订阅、订阅、youtube、patreon 看完广告 以及利用Superfan Subvention赞助支持本人 多谢大家 袁弓而被通缉的同日 根据香港01的报导 袁尼昌辞去两个父亲公司的董事 即是父公司的两间公司的董事 他都是辞职 他就不回应大家的提问 大家如何看这件事 我将事实跟大家讲一次 香港警方国安署 袁弓通缉八名身处海外港人 包括在美国筹组香港议会的袁弓尼 香港01就发现袁弓尼被通缉同日 他儿子袁弓尼昌辞任两家家族公司的董事 袁弓尼昌回复记者说不回应 那么 那么 那么快 通缉那天 即辞 董事 即辞 辞任两家公司的董事 避免 避免 瓜田里下 或者有所有的 的一些 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实 我没有通天眼 所以就说 止 这个儿子挺有趣的 父亲有难 他儿子觉得自己难 比父亲心重 的确是 因为袁弓尼早已经在美国 或者海外 他根本上不会有难 他觉得自己有问题 即刻 其实他不是救爸爸 是救自己 你先搞清楚 是救自己 自保 即刻 几色 政治利己主义者 即日 通缉 就是这样发表 即刻是争取几个钟头之后 即辞 这个父亲 即是两家家族公司的董事 袁弥昌回复记者说 不回应 整个肚子的一种 一种这样的行为的 演练的方法 袁弓尼的其他公司 有中国人 担任董事 中国内地人担任董事 这个不是我说的 香港人现在说的 袁弓尼的其他东公司 有内地人担任董事 而他的内地子公司 去年 去年是2022年 就已经住小 不是21 不是20 不是21 219 是2022年 就已经住小他内地的子公司 那么 现年74岁的袁弓尼呢 担任六间香港注册公司的董事 包括了 Central Economic Corridor Limited Elite Mobility Limited Fair Affluence Limited Fair Play International SA Limited Golden Bridge Technologies Limited Hong Kong Young Technology Company Limited 就是香港雲 雲工科技 有人公司的雲 最简体字的雲 OK 就是一朵雲的雲 所以说 這些公司 是和中国内地的一些董事 那里面是做他们的董事 其中 Central Economic Corridor Limited 和Golden Bridge Technologies Limited 和Golden Bridge Technologies Limited 董事 还包括袁弓尼的儿子 袁弥昌 即是 Central Economic Corridor Limited 和Golden Bridge Technologies Limited 这两间 六间 其中那两间 就是其中一个 刺牌人 就是董事 揹揹人 就是有 原理出 董事不只一个人 可以有 我记得以前公司 香港公司 特色来说是三个人 但是这间公司 究竟是怎样去做 有两个人都有试过 但通常不会双数 大家都知道 两间公司是由 员工而直接或间接 持股100%的股权 即是说 两间公司都是直接或间接 完全是由员工而持有 那原理出是 持任这两间公司的董事 不是救爸爸 是救自己 OK 这个understandable 那哪个人 不会救自己呢 那每个人都会救自己 但是你看到 这么快行动 哇 多厉害 7月3日 香港警方 国安署公布 通缩 袁弓夷等8人同日 袁弓夷 持任上述 两间公司的董事 袁弓夷回应 香港01查询时表示 我想我暂时不会回应 遲些再谈 另外 袁弓夷的其他公司 董事 包括多位的内地人 那这个袁弓夷也 也有在内地 内地 内地 我最真用内地 这个字 因为内地 你就是主张港独 因为等于 香港位于中国外地 外地 very good 不是中国 内的 不是内地 那他在内地呢 注册子公司 经营范围 包括资讯科技 数据机械 已经在去年11月 主销了 那 那 大家知道 警方国安署公布 通缉8名香港人 韩国国人之后 有带走被通缉人士的亲友 接受调查 包括罗冠聪的父母和兄长 蒙笑达达的轻嫂 疾疑三个人 郭榮鏗的父母轻嫂 基本上四个人 袁美昌 也是没有回应 警方有没有接触过他的 他拒绝回应 但问题就是说 今时今日 真的有没有逗过他回警署呢 是不是 喂 如果没有就很有问题 喂 其他人都没有 你的爸爸 那么多公司 有董事 还跟中国内地有关系 跟着你还做了你爸爸 直接或间接持有100% 即是全资拥有公司的 两间公司的董事之一 或者 只有董事就不定了 那么 如果这样 警方就有个问题了 其实香港法律 不是一个一项董事 起码你 就是要有三个人 那你董事之一 即使 那么显然的事情 就已经公开的情况了 警方怎么不斗 袁尼昌访问呢 那我说 桑普 你太不了了 袁尼昌 袁尼昌是好人来的 袁尼昌呢 其实呢 有其父 必有其子 就是 这个 是好人来的 有其父 是不是必有其子 我这个不评论 我只是说呢 其实 父同子是两个不同个体 每个为自己的言论 和行为负责 我从来都不会和及家人的 就是很多人说什么 黑警死全家 那些呢 那些就是 就是说一下 就是你别这么认真 你说 哇 那我们做法律的 当然是个人责任 可能会叫整家揽炒 那你和那些猪狗族 二三族那些人 有什么分别呢 那我们不会搞这些 我们 责任是 是于个人的责任 OK 好了 袁尼昌以为自己的负责 他是一条亲共的走狗 哎 那你完全不理解他 其实他很爱爸爸的 所以和爸爸说很多东西 交心的 哇 袁尼昌的事实呢 是八个人里面呢 最夸张的 但是没有被抓 起码 没有被抓 这件事我觉得很奇怪 一 他在美国上 19号透露 他自己19号透露 前日透露 就是看你的时间 就是说 早前去到美国外游的时候 曾经和父亲员工而短暂交流 是不是就是这个 好像李家超要互动 床上互动和交流呢 那我就不知道了 要互动交流会 李家超和法国医院 他就和员工而拜托 应该没那么夸张的 是短暂交流的 就是聊天 交流是 浅印交流 如言语交流 还是物理的交流 我就不知道了 你问回他了 他说 未谈及政治 强调之间 闲话家常 并无透露长情 即是短暂聊天 嗨 嗨 你好吗 吃饭没有 拜拜 短暂不够了 还是说 喂 我辞了你两间公司董事 喂 你退回 你要给什么 给我 是说这些呢 还是 我辞了两间公司 我给你一笔钱 那又不同了 资助了 喂 这个所谓短暂交流的自白 根本上就是说明 袁尼昌和他的父亲有接触 他自己亲口说的 没有人爆他了 他自己说的 你用短暂交流 然后回来 回来 入境 又没有扣你的护照 喂 很多东西都带走去问 而你看到 你辞去公司的董事 那这东西的话 还不是有问题 对 那中间有没有那些金钱上的往来 如果你用屈得就屈的方式 刚刚对于 刘冠冲父母兄长蒙少帝的 轻嫂责疑 这个郭榮鏗的父母兄嫂 这么多的人 起码有涉及到十个人 那你这么强棒打击 那是不是三个人之外 扩散到其他的五个人呢 那而其中 为什么袁弓夷的儿子 袁尼昌 和他这么多过重甚密的交流 迟董事都不会被钉上 要求在十六点钟 拍他们 起床 出来 去警署 哦 九点钟 十点钟 或者下午一两点 放回来 没有这些东西呢 为什么不会呢 为什么是 罗管聪的父母和兄长 才承受呢 哦 因为他亲共的走狗 是不是就是这样呢 那可能你说是的 亲共的走狗就变不变好些 亲共就是硬道理 鼓励大家亲共 这个雷锋的标杆 大家只要亲共 只要他们那些 爸爸妈妈有这些 黑暴支持 黑暴呢 都不怕的 是不是这样呢 OK 不是啦 OK 那究竟袁尼昌 究竟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 而当时 再退一步 他支持郑海侯 现在郑海侯呢 就好像撇他嘛 就说呢 有些人误解我啊 好似呢 嘀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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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呀 稍有机会说一下啦 那肯定呢 就和这个 袁尼昌不需要保持这么大的关系 还有一个 容海侯 容海侯 袁尼昌的太太 新闻党的立法会议员 容海侯 早前呼吁员工 而尽快回港自首 由此作为执业大律师 就提醒 丈夫要小心处理今次问题 但不会叫袁尼昌 不要见员工而住 这是父子情嘛 那我不会否认有父子情这件事 我只是袁尼昌 如果按照香港政府 对于其他十个人的做法 其实你 对我落祸 为什么不? 你 他说 我本身就不应该被落祸 不好意思 你是这么多人亲共走狗 你就是亲共走狗 当时你怎么骂反送中的事件 你自己找回来看 OK 怎样在那个地方游刃 有余套顿 善进灰线角色 做进各方面的事情 找回来看 所有的事情 都有证据可以证明得到 不是我在这里只说的 全部的事情都有 有铁证 那你会看到这件事呢 是很严峻 你去拘捕人 钓鱼式执法 是吧? 就是先拿别人 就是拿那十个人 三加三加四 就是十个人 盘问他们 希望用 没有证据拘捕他们 问他们 希望他们 套出一些事实 再循玄追尋 去抓他们 用钓鱼式的执法 Fishing 另外就是说 亲共的背景 当然是亲疏有别 那这个是明白的 但是亲疏有别的情况之下 为什么要选择 性執法呢? 就是用感冒方式去做 但是我说 这个是没有必然的 随着共产党批透 随意性 就会增加 亲共人士是不会确保有免死金牌的 我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访问的时候 也都说到这一点 那么你看到到今时今日 整个事件也都朴朔迷你 那么 很多的 就是 怨利昌的事实呢 其实都是 看到是 就是说 国安法被犯化利用 治港方程式出现了一些什么问题 但是你也知道呢 他也都是 就是 第一 就是如果你说 容海恩要脱离雍式关系 他就是耶式关系了 那 为什么袁利昌到今天 都不脱离父子关系 脱离不到 那你父子关系脱离不到 那你怎么脱离雍式关系呢 在讲一下而已 讲一下而已 大律师容海恩 讲一下而已 立法会议员容海恩 讲一下而已 那另外呢 这个 执法 就说呢 言论自由不是绝对 国安法可以拉你 这些软对抗 跟着呢 正海猴发表篇文章 就说香港独特性 不可以乱地拉人 但是呢 謹守习近平的话 但是呢 不需要拉得那么厉害的 起码给香港的生机 那之后呢 立刻呢 大公布反押了一口 就说 不是 言论自由不是绝对的 就是不可以搞远对抗 这个时候之前呢 袁利昌写一篇文章 明报道嘛 正是支持正 这个正海猴嘛 正海猴就是中国共产党 下面的一个博客 就支持他嘛 那你支持他 两个可能 这个真心交产他 最后呢 哇 正海猴对着人民 大哥没这么说 其实没错的 没分别的 远对抗是不行 不属于言论自由范围 完全统一 那我说的另一样东西 就不是说远对抗 就是基本上呢 弹出弹入 弹出弹入咯 好了 弹出之后 弹回入 那袁利昌就立刻 正海猴就说 可能有些人理解错误 就知道原来就是 骂骂骂他 骂他就行了 所以现在有一种风气 就是说共产党的内部 开始开始整理一样东西 就是说呢 大公部和这个 正海猴开始以为黑白面 之后竟然唱伤枉 那贴在这个白面的这个 原尾枪 会不会被摔出出 就是被人家抛掉呢 完全将他抛掉呢 那这个看回 袁利昌的背景有多硬 喂 共产党随时可以 将你示威的弃子 来当代的 那你如果你说做中间派 自己称为中间派 其实香港哪里有中间派呢 那你还是哪里有民主派呢 现在已经入了监狱 如果你不是入监狱那些 还有香港那些 还是坚持奋斗 都有 当我知道了 但是肯定呢 就是说你不是民主派 哪个人说这个 原尾枪开明派 原民主派那些 肯定有古怪 OK 那你是共产党的人 那别人如果你的角色 已经被人用完用尽 就将他扔走 我声明一下 这个 这个 这个是 原尾枪有两个可能 一就是他真心交贴过去 想做中间派 但是被人 如果这样的话 他被人批斗走的机会很大 另外一个可能就是 根本由始至终 都是党的一种 灰线的人物 故意这样说 做一场戏 而这场戏最后最后 他都被绑暂时补起来的 两种可能性 不知道 他都在摇底 不要以为 7218的人在摇底下 他都在摇底 摇底 我只是声明一点 我不理袁公尔 是否申请政治卑 或者他有国籍 或者是袁公尔的事 我才说袁尼昌 袁尼昌 不用指望 去自由民主国家 移民或申请政治庇护 你的全家都是 包括你的容海恩 这个不是集体责任 是每个人都是亲共的走狗 你不用指望他 有 举报他 OK 我先说明 这个人应该是监狱的 我要看到一个共产党的走狗 如何被共产党囚 不要以为袁尼昌是什么 他是 你说搵食遮 警察都是搵食遮 中联版都搵食遮 我现在说他的邪恶 是永远永住在香港历史上面 不然还不放 每一个人都要独立 看待他们的个人责任 不会负债指还 我也都不主张这一套 这么荒谬的想法 我只是说 袁尼昌 去自首 你不自首的话 可以 那你到时候看你认不认罪 不认罪 按照刑期判你 要制下期 那才可以 make sure 这个党的机器 能够运作得更加顺畅 那你说 有没有办法 远在天边的人救你 真的没有办法 袁爸爸会声闻你 我不知道 你问他 但我只是说 袁尼昌走到今时 今日的局面 四个大致 咎由自取 好了 下一次再说其他议题